欢迎收看本节目 反转年轮的配色 很经典上个赛季复赛以后 哈雷尔基本都是穿Ribach的球鞋 比如艾弗森的签名鞋 Ribach Question Meet 哈雷尔曾在自己的球鞋上 写下了对祖母的挂念 悼念自己应病去世的祖母I love And Miss E-Minions X Ribach Question Meet 黑银的色调 有一种金属质感携带部分 加入绿色导管联名款的球鞋 可以说细节满满了艾弗森 与哈雷尔联名的球鞋 Ribach Question Meet OG Meets OG 的第二款 配色金属银搭配海军蓝 有点酷 Ribach Question Meet Customer Say Her Name 还有黑人女子泰勒的名字以此 来支持黑人平权运动 联名限量的球鞋 Eric Emanuel X Ribach Answer 无纽约的高端运动品牌 Eric Emanuel 另外一个配色是白粉配色语人 Sean Kemp的经典战学 Ribach Kamikaze II 两双配色方案 都很大胆老杰的韵味 总是很特别 90年代 NBA巨星大狗 罗宾逊的首款签名鞋 Ribach The Rail 多彩的配色 在当年很少见 1993年扣篮大赛上 Ribach为迪布朗推出 专属球鞋 Ribach Pump D Time 这些于2008年复刻过一次 2018年曾复刻的球鞋 Ribach Mobius OG 诞生于1995年的 摩比斯拥有那个年代特有的 设计风格哈雷尔 上赛季穿的其他球鞋 Baller之前也有写过一篇大伙儿 可以回看一下历史文章 感受一下小鞋王的存货 马修斯之前 在熊鹿队他 穿过字母哥的球鞋 Nike Zoom Freak I PE和熊鹿队的球袜 很大还有马奎特大学的配色 也就是马修斯的 母校Nike Zoom Freak II 字母哥二代的 首发配色之一 他还穿过科比的球鞋 Nike Mamba Focus白晶的 配色简单大气 最后来看小加索尔 他在猛龙队 几乎穿的都是 Nike Hypertonk XPE 你们看图简单感受一下 去年篮球世界杯 小加索尔上脚的是 Nike Elftonk PE两双 都是小加个人专属 配色也可以说是西班牙 配色吧下一期你们 想看谁的球鞋留言 告诉我吧 最好是现役球员哦 每日球鞋资讯抢先看 私信球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